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你个管理啊 省一下 这个东路可以两个胜负 东路是什么意思的 那个胜负 胜负 胜负 给我多少钱 适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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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美人不太晚 东路美的 好好好 哎呀 这赶时间 西村来了 赶时间 这个东路的那个丑七人 要怪 东云好啊 东云好 东云好 这个你撒成了什么 不不不 东云好 他不是东云好 这个东云好 这个东云好 东云好 东云好 东云有东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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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娃饭呢 娃饭呢 娃饭有吗 娃饭有吗 娃饭就来 我就得上回来 哇 娃饭有吗 直接连翔哥吧 我追 翔哥有谁都在里面上 我给他倒了一句 翔哥在等我了 你这不好两个的 就一句咖喽是吧 就一两个的 然后又是很不容易 不是 三哥你这是在哪里 怎么看这棵树啊 一棵树啊 我们在火锅店 没吃饭呢 我把它横过来 但是我看到是一棵树啊 我看不到你人啊 什么情况 怎么看不到呢 看到吗 我看不见你人啊 拿去哪 我说听不懂 拿盔头来 可以可以可以 那就OK了 那大家能看见就行了 因为我是看不见 没关系 小迷地这里能看见 小迷地去 小迷地去去做吧 今天 小迷地今天坐在我边上 小迷地 很好很好 刚刚你没来 他给我们包了点料 包了点料 说了一下 平时怎么跟其他外员之间沟通的 小迷地我们是直通球队的 是吧 非常不错的 非常不错的啊 这个小迷地是真的是 对上港的 关注 乐爱 跟随 那可以说真的是 OK 20年后就是高翔 我觉得他已经可以接班了 已经可以接班了 已经超过超越你了 我要快退休了 因为年纪大了 未来属于他们 未来属于他们 我们后继续 不管是从 这个球队也好 球迷也好 我们都有做一个 这个百年的打算 对吧 虽然很多人也说 这个说中国这个足球俱乐部 说百年啊 都是说说 没错 我觉得这个话有一个道理 对吧 一个人呢 不能高不远 你还得脚踏实地的 一天一天过 一场比赛 一场比赛 但是呢 这个长远的规划 也是应该有的 对吧 球迷可以没有 但是俱乐部就必须要有 不是说 最近你得有个五十年规划 对吧 这个是 而且呢 就是说我今天就是特意的 带他一起来 这个就是分散这个现场 我其实也是想让他感受一下 就是说 我们也是赛前 接大巴呀 赛后送大巴 对吧 然后还有 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形式 在包厢里面给球队加油 我也让他感受一下 因为未来啊 是要靠他去带领 像他这样的年轻的球迷 去带领我们 家民越来越多的上港球迷 一起去 为球队加油助威的 未来是属于他们的 所以我要带上他 让他能是 能有个传承吧 有个体验 是吧 有这样一个 有一个标杆的这种机会 有一个标杆的这种 因为也是非常难得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可能正好是第一场 第二场是在昆山比赛 那让我们上港球迷 有这样一个机会 能够近距离的 能够看到比赛的一些细节 然后也可以给球队加油吧 今天好像球员看到我们来 又来接他们送他们 他们好像又是很感动 对吧 我看到他们出场的时候 热身的时候 对他们今天热身的时候 向着我们所有的 有上港球迷的窗户 就是给我们鼓掌 这也是 我觉得他们心里 其实也是知道我们 就站在他们的身后 为他们加油 对 是吧 我会保护 这个后面走来走去的 这个是谁 什么走来走去 你刚才后面那个 戴眼镜的是谁 戴眼镜的是我们的波罗兄弟 我们的波罗兄弟 来来来来 来露个脸露个脸 来来来 三哥 他回家了 他因为带了几个人 一起来的 他要把他们送回去 我们今天球迷 有一部分是自己开车来的 还有一部分是坐高铁来的 因为他们还要赶车 赶时间 因为今天8点比赛结束 然后我们送完大巴 也要8点半 他们也是 8点46 8点43克左右 他们也要赶回上海 昆山很随意 昆山很随意的 说句老实话 我们这个打个比方 我们是在南汇鲁岗的球迷 平时到八万人看场 跟我们去跟他看场 有什么区别了 没区别的 对 差不多的 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 对对 谁鲁岔岗的呀 还是举个例 你还真的碰到过鲁岔岗的球迷 你还真的碰到过鲁岔岗的球迷 那很远 后来两个多小时了 马中吧 不懂车的情况下 开车是吧 坐地铁可能要两个小时 坐地铁 16号线再转 13号线这样管来管去 两小时 也要两小时了 对吧 是的 差不多 我今天开车过来也是一个多小时 我家里开过了 把翔哥当上着火吧 把翔哥当上着火 可以上课吧 那老虎的 上试不可挡 好吧 一二三 上试不可挡 听到吧 翔哥 你们这个有点 顾金山的味道出来了 我们的金山同志也是这样的 上试上试 四不可挡 可以的 可以的 上试上试 对对呀 腔掉语 对吧 我们下一场因为 也没有办法在现场看去了 我们到时候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一起找个地方 我们一起约一下 大家一起 可以 对 下一场的现场还是有办法的 是吧 因为我们是打算 因为看了两场 下一场我们就准备 6号 你是说6号 在上海 下一场我们是打算在上海 上海 目前来说 以我这里的联系的话 也就是说 奥体中心是没有任何办法 一点办法都没有 但是呢 就是苏州体育中心和昆山 都是有办法的 当然了 这个现场看球呢 其实呢 就像你们今天 你们今天应该都关了窗看了 窗开不起来了 对对对 但其实这个我认为 没什么问题 就是说 我们其实就是想离球队近一点 所以所有的去昆山的球迷 都是好样的 这跟远征没有什么区别 你不是说你去 你去远征了 你要这样 全世界都知道 哎呦 我去雨生了 像某个生花球迷那样 哎呦 吃汤打泥 哎呦 总高 哎呦 这个远征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不对 远征 就是一个愁迷 应该去做的事情 对对吧 我就是说 只要你不影响工作 你就应该去 而且到昆山 也不像远子 对 这怎么办 今天10点05分发的车 10点20分就到了 15分钟从上海站 就到昆山南站了 对 然后下来 也是有从大的公共存国 也是到我们 没有做 我们先去吃的 好多 所以现在的就是 上海和昆山的距离 其实也就是15分钟的 高铁的距离 对 对吧 真的很方便 很方便 他会 他高铁过来 通过的是那个 从上海站过来 是上海西 再到南墙 再到昆山 还挺两阵 没有 中间 不挺的 所以我确实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球迷呢 就是 作为一个球迷来讲 其实我相信 就是说 到现场给 有机会给自己的球队 加油 助威的话 大家一定会来 特别是 我们其实 因为上一场之后 也发生了一些风波吧 应该说 是媒体的一些炒作 可能也是没有新闻的炒作 然后就是 也是 有很多的影响 好像 就是说 可能我们这场比赛 我们就看不成了 有这样一种意味在 所以呢 就是我们的 这些可爱的球迷呢 他们也做好了 实际上准备 就算如果今天 看不出比赛的话 他们也打算 待在离球队 最近的地方 看电视 对吧 就是球队 如果他把那个 所有的窗 全部封 现在我们电视 还开着 把所有的窗门 全部贴掉的话 那我们就在 房间里面看电视 也要给球队支持 其实我觉得球迷呢 都有 有这样一份心 我也觉得非常感动 球员知道 我们跟他们同在 对吧 对对 同在 因为天空下 我们能为球队 做的事情 并不是说 在手机屏幕里面 去喊句句口号 这个没有用 知道吧 我们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让他们知道 你们赢的时候 我们在你旁边 你们输的时候 我们也在你旁边 大家荣誉互强 这个就是我们 唯一可以做的 其他都没什么 对对对 这个也是 就是说做一个球迷 应该应该做的事情吧 我觉得最 也是算很小的一件事情 对吧 有球队教育 这就是你来说 对 坤山的话 坤山的话 后面 接下来一场 是9月5号 9月5号 对对对 还是去 然后的话 苏州那边的话 现在也在联系 那争取呢 就是说6号 16号 31号 这几个场次 我们可以去的话 我们也去 当然 当然如果说是 都不能去的 那也没关系 我们线下看球 我们今天 就是我们今天多少人 十多个人 对吧 今天我们又是十多个人 就是组织线下看球 当然了 今天我们是在浦东 没有去红口体育场 因为老是去红口体育场 也不太好 表现的一部分 对吧 每天红口变成我们家 反正不管在哪里吧 上海我们都可以看球 不管是红口 许会 因为据我所知的话 在上海的话 应该有好多地方 都有看球 都组织的看球 都组织的看球 现在 现在 上海有 上海 支付组织的两个 还有 国民会 也有组织的一些地方 港务 对对 还有 上海 国际 国际科技中心 对吧 好多地方都有 所以说 作为我们 那个 上海 球迷还是比较幸福的 比较近的一个地方 今天好像在那个杨虎 杨虎的那个创组 也有 那两天 很多 这个就没去提他了 特别是某些媒体吧 某些蓝色媒体 对吧 还公然的 在那个 什么 我觉得都是很 没有直接到 低级驱委 不是没有 他实在没什么写的 哈哈哈哈 他公主 他没有 他其实 在你写什么 我们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因为还有两位 也在 我们整个过程 都是完全按照 那边的要求 防疫的规定 每个流程 上海 然后 然后呢 我们完全按照防疫的要求 然后 每天 每天 在这个酒店的安保 捞球 对吧 然后也没有违反防疫的规定 大家都是 按照 所有的按照 按部就班的 来给 对 觉得这样就好 这样很好 可能上一场呢 还有一些 就是 有些 好像就是说 傻的风波 对 风波 有的人可能说是 啊 这个怎么有人 辱马财奈啊 什么呀 有种情况 但是呢 事实上 我们算了 球迷根本没看过 我们根本没看过 我们根本没看过 对对对 对对 我们的顶楼 拍摄就 全是光的 对对对 开窗的 就是比赛期间是光的 是在比赛结束的时候 其他时候是没有看的 所以就是说 也引起了一些 风风扰扰 但是我想今天的这个球 不会再有这种 我们完全是按照 对角桥 而且我们都用螺子 给大家的地层 而且今天好像 没看到 反正大家都 都是很文明的 很远持续的 也提前了我们 上岗球迷的一种 老哥的 中超 他们在中超比赛 是吧 从五股过来 直接开过车过来 从五股开过来 他们是中超球迷 就是什么队都开 那倒蛮有意思 大家觉得上班比赛 还是可以看看 是吧 比较精彩 有看 把早上打电话过来 就让他拿着 我来 他说 还有800块 要不要 要不要 要 他把开车过来 你早上打好电话 马上就五股开过来 开过来三个小时 你不喜欢 是吧 对 喜欢 让我们 相同 我们处于比较幸福的 一个城市 两个中超全 人家一个省都没球队 对 他没有 有的球队能看 喜欢哪个球队 这个倒也蛮有意思的 这个倒也蛮有意思的 你看得见吗 我没有说话 最近太吵了 我换 我换个位置 对 你这里叮叮光浪 叮光浪的 好像特别热闹 这样听得见吗 诚哥 我可以听见 没问题 我可以听见 很清楚 没关系 你说吧 我说 音乐声音清 你今天 没关系 你说话的时候 那些声音就听不见了 你不说话的时候 那个背景是 还是很明显的 所以你还是 还是可以说一说 比如说 可以给我们 点评一下今天的比赛 你觉得今天 这个比赛 发挥的怎么样 是不是在你的 预料之中 这个结果 预料之中 不敢说 其实呢 简单点说 说了稍微出格一点 比赛呢 就是说 赢球赢盘 这个是没有想到的 就是说 赛田 我们一直认为呢 就是说 这个 基本上赢球没有问题 但是呢 你说这个 要赢两个以上的 其实呢 应该这么来说 为什么 首先第一个 就是说赢球 为什么没有问题 就如同上一场 对泰达的比赛 对泰达的比赛 我要拿过这样的观点 因为为什么 对手没有战胜过 我们具备了非常强大的心理优势 那踢起来的话 没有太多的这个想法 就觉得我正常水平 正常踢 就肯定能赢 因为你从来没赢过 那么同样 今天这个对手的话 也是一样的 从来没赢过上 自打这两个球队 在冲操赛场上碰头以后 我应该没有记错 河北华夏幸福 是从来没有赢过上海 没赢过吗 没有 好像是没赢过 我印象最深 就是当时16年 最后一人踢华夏 然后被那个上海做的 有印象好像是2比2 我觉得 2比2在客场 跟泰达的区别 无非在哪里呢 跟泰达的区别 无非就是什么呢 就是泰达我们客场 也经常赢他 河北华夏幸福的客场 不太好打 大部分打河北的客场 都是打平为主 但是输不太可能 没输过 从来没有输过 所以说呢 就今天这个球呢 赢的我觉得呢 是情理集中 最极限的 最坏最坏的可能性 就是打平了 你要说这个上岗出球 而且基本上 昆山是 今天我们又是主场 这一点大家搞清楚了 我们今天是主场 上一场比赛 我开直播 我跟球迷们 线下组织看拳 你们注意到 我穿的是白色球衣 因为上一场比赛 我们是客场 就是说在赛程的 上一场比赛是 天津泰达 对上海上岗 而今天呢 是上海对河北华夏幸福 我们是主场 所以今天我们穿 我穿红色球衣 这个呢 那么很简单吗 主场那肯定有心理优势 对吧 包括这个全世界的 这个盘口啊什么的 也是看好上海 那为什么呢 他们老外搞不清楚的 他一看你在前面 又是强队 按着主场 所以今天这个球呢 赢呢 是我觉得 但是呢 赢多年 而且凌风 没有想法 你们要知道 我实际上是说 上岗要凌风对手 在19年到2020年 这个一年多里面 说句老实话 好久没遇到凌风对手 真的是有点难 反映出来就是说 上岗其实在防守端 一直是有一些问题的 而今天 近四个 又凌风 那个也就是 而且你结果不重要 你要看过程 整个的过程 可以说 俄北华夏幸福 一点机会都没有 一点机会都没有 严俊龄 基本上能够 大概就做了两三次铺就 严俊龄也没有这种 也不危险 没有危险球啊 没有 没有救 完全救救 你从控球的时间 控球率 到这个射门的次数 到公路对方山区的 这个次数 你两边数据一比较的话 说句老实话 三比零合情合理 四比零稍微有点 隐障天花 这个实施求是的话 这个三哥女粉 说大屁股不在 上岗才能踢到 这种程度 我不这么认为 我不这么认为 其实今天这个球 如果说 如果说阿脑 换成大屁股的话 一样能力 但是呢 进球没那么多 因为呢 阿脑出现的区域呢 基本上呢 这个胡尔克 他不会出现 比如说 今天第一个进球 这第一个进球 至关重要 而且我们也等了 将近半场的时间 才等来第一个进球 基本上上岗 对这种球队 就基本上 一比零领先的话 后面就很好奇 后面就非常好奇 为什么呢 河北华夏幸福 他第一 他不是一个擅长打防反 再加上 他在落后以后 他就拿出本性了 他就攻出来了 然后后场的空当 就略加了 就更加大了 你们也看到了 后面的球 快速上岗快速反击 就打出了上岗 一直常习惯的那种 前我说过的 火攻投投的 这个套路 这个就是我们最拿手的 那么你说 胡尔克不在 能不能赢 还是一样的 还是可以赢 对吧 第一个进球 可能来的晚一点 方式可能变化 但是后面的话 不出意外 大差不差 因为为什么 今天赢下来 我们上岗队区 决定性作用的球员 我不说 你们也知道 大家说说看 今天你们认为 我们能够赢下这场球 决胜的 这张牌是谁 我们看大家 平平小姐已经在 大家 有些说是 洛佩斯 一些说是 安老多维奇 有些有的说是 奥斯卡 都有 我认为 还是洛佩茨 奥斯卡的作用 他永远 就是 你说 每一场赢球 你要说 奥斯卡去决定作用 那就不要再平了 因为他始终是 去决定作用 因为他是进攻 枢纽 进攻的发起者 所有的球 都要从他这里 转一下 那问题我要告诉大家 从18年 夺冠到现在 我们并非是进攻 缺乏组织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组织 一直有好手在 不管是 奥斯卡也好 福尔克他也可以 甚至于什么 爱海多福 他也可以 我们在 无理走了以后 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是得分 是进球手 这是我们 就是困扰我们的 最大的一个问题 貌似乎 负似前面 有一个 按老头为止 但是他始终 总觉得插口气 有些比赛 能进球 但是有些 很关键的比赛 他并不能进球 而现在 好像通过 这两场比赛 上场 解决了这个问题 今天 我可以说 四个进球 你们回看一下 每一个进球 除了第一个进球 这个 这个角球 这个 奥斯卡 然后 文军顶一下 这个 文军顶一下 然后这个 阿脑去 这个 公门 除了在第一个进球以外 后面三个进球 都跟贝斯有 不可分割的关系 对 对 他跟这个 创造出来的机会 他跟这个 深刻进球 可以说 两个 两个是他进的 一个是他 直接的 一个 是一个 因果关系 的机会 是吧 单高复会 所以说 就是说 这个外援呢 买的怎么那么好 以前我还是 我这里说一下 我以前 并不会 他认为 他有多好 以前我跟 我们老马 马明维 我们两个在 在展望 上岗的 这个 新战机的时候 我们两个 都是对喷 洛佩斯 他骂一句 我也满意 你们两个都在 碰洛佩斯 是吧 然后这两场 这两场 洛佩斯 就马上 给你们颜色 看 说句话 这个是看 小明帝要插一句话 让他说一下 对喷洛佩斯 我虽然前面 夸了他那么多 但我觉得 他还有一点 就是 哪里 小技术 略为的 粗糙 小技术 不像奥斯卡 那么细腻 因为他这些 技术比较粗糙 然后限制了 他的高度 就是说 他达不到奥斯卡 那个高度 对 三哥 你觉得呢 小明帝说的有妙礼 他完全是 两种类型的球员 而且呢 就是说 你要说 洛佩斯跟奥斯卡也好 跟胡尔克也好 我依然是认为 是 不管从 名声 还是在 国际赛场的 知名度 在国际赛场上的 这个曝光率 都是没有办法比的 都差好多 但是呢 我们呢 以前的意思呢 就是说 说上港的买外员呢 我说上港 东亚撇开不说 就是说 我们说上港买外员呢 就是说 买的是买的好 但是呢 钱也砸得多 钱也砸得多 那我每次直播 都有 生花球迷 当然这些生花球迷 是比较理性的生花球迷 都会提出质疑 说 我如果我们有这点钱 我们买进奥斯卡 我们也完全 可以打到 这话呢 这话呢 没有错 没有错 对不对 然后呢 他们以 那么 作为生花球迷来说 他们引以为傲的是什么呢 他们呢 有一个周 周副总 周总 现在是周总 周总 然后呢 他们 他可以花少钱 办大事 那么 对 球迷呢 也是一种安慰 对吧 我没上港 有这么多钱 但是我 性价比还可以 对吧 但是 现在 你们再回头来看 你们看 到底性价比谁好 我们买洛佩兹 并不亚裔金星律吧 沙拉维就更不要谈 我们就说 跟金星律 沙拉维就不谈了 现在就不谈沙拉维 现在就假金星律 这毫无疑问 你不管你怎么黑 上港球迷黑生花 生花球迷黑上港 但是两层民 有一点今天是可以确认的 洛佩兹这个玩员 买值 别的不说 就这个几百万欧的价钱 两场比赛 进了这三个球 对吧 两场比赛三球 两场进了四个球 还有巨功 已经回来了 已经回来一半了 对不对 而且跟全队战术 无缝连接 我也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练的 因为他进上港的第一场 我就去了 小迷迪知道的 那张照片 还是我拍的 对吧 就是说他在四季公园的 第一场训练 小迷迪那天真好战 对吧 我在那个铁丝网上面拍的 当时都没有 都没有想到 他会这么快 融入球队 那可以说 这球员 可以说他的 是至少来说 他是一个非常认真敬业的 很用心 包括场上 也是相当用心 可能他的水准 可能在未来 会有起伏 每个足球运动员 都不可能保持 每一场两个球的 这样的进球率 不可能的 变是妖怪了 对不对 但是 我们看他的是什么 看他的是一个过程 洛佩斯好 是好在哪里 好在 他对整场比赛 踢满90分钟 他在90分钟里面的 一个认真的成功 对比赛的 关注的成功 这个值得 我们国内球员 学习 更不要说 大海外了 对吧 不管是阿脑也好 浩克也好 浩斯卡 我觉得 都应该 向洛佩斯 去学习这种精神 就是什么 认认真真 去好每一份 投入 对比赛的认真 投入的这种状态 是不是 而且就是说 洛佩斯呢 就是说 我觉得 他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 他愿意和其他的队友 一起 第一场比赛 应该说 我们知道 菲莱尼打进了三个球 对吧 然后马上第二场 他就被冻结 因为人家知道 我要去盯住他 他一旦被限制了以后 他就没用了 包括金信玉也是 刚来中超的时候 进球很 但是呢 一旦被限制住了以后 他就没用 但是我们的洛佩斯 我觉得他有一点好呢 就是说 你限制不住 就是当你去盯住他的时候 他就传球了 他就把球转移掉了 你盯住他等于白盯 但是当你不盯他的时候 他一旦启动 你想追就追不回来 要是这样子 对对对 就是我们眼睛真的看着他超车 是吧 就是他有这样一个特点 就是如果你还真的 一门心事地派一个盯人中尉 去盯住他的话 你还真盯不住 他也特别聪明 关键问题 他所活动的区域啊 跟中尉啊 没什么大关系 知道吧 你很难去中尉去盯 那然后的话 边后尉你上不上来 你不上来的话 身后就是他 他是一个标标准准的一个边风的提法 对 这个 这个边风 说句老实话 肯定比朝元定要好一点 当然了 那个 那个 什么的东西 那绝对的 曹二八 这个叫什么 不是不是啊 你来了 曹二八 它是一个 这个 完整意义上 它不是一个 标准的一个边风 对吧 它是一个 或者都可以 对吧 那 特别是就是我们 意义上的一个 传统的一个古典的 古典的一个 一个边风 然后 刚才有人说 有人说是谁买的 我 不是知道的很清楚 但是我知道 这不是 跟教练团队没有关系 那如果说 你要归功劳的话 就是张敏了 因为这是俱乐部的 那绝对张敏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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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上岗呢 他这个 我们上岗的影员呢 我们的巴西那条线 我们一直是非常 牢靠的 非常牢靠的 那这条线 同样的 在为上岗服务 也在为鲁能服务 所以说呢 就是说 我们的这巴西的 这个经纪人的这条线 我们是一直死死的 捏在手里的 那么呢 事实证明呢 我们引进的 这些巴西外援 到现在回头看的话 都不差吗 对 都不差 对不对 那绿地生花 都 都 平时都 巴西外援 放到州军总经理说的 逼了逼死我 没办法 我再去巴西 这是他的原话 对吧 这个 就是说他只是 你看啊 杨毅这家伙 他妈的逮到智慧 他就发个博文 他说这就是巴西外援 对吧 好像是吧 我没有记错吧 杨毅博 好像是 他说过这个 好像这就是 就是这条线下来 从州军到马越 到杨毅 到老图 这一串人 他骨子里 他就看不起巴西外援 我也不知道 他们自信从哪里 那天老图也被打脸 看不起巴西 你从恒大 上岗 国安 鲁人 都有巴西外援 而且都非常好 不管说说 比基尔 奥古斯托 奥斯卡 福尔克 马里斯卡 保龄你要吧 都很好 成绩都比你生化好 可是呢 州军总军里的 表德呢 我们没办法 才说巴西去买 我们 我们喜欢 哥伦比亚 这个 非洲的 他喜欢非洲的 非洲的 然后呢 他一个叫 吼德 才来 我下面 你 好 懂 你这个依据 哪里来呢 你依据 哪里来呢 杨毅 还要造谣 说奥古斯托 怎么样 奥古斯托 昨天有没有上床 造谣 探讨 人家的私生活 这就是习惯 跟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直播里 我们去说 球员的私生活 从来不说的 不管你哪个对的 对不对 尤汉超这么大的事情 我们也不说的 去说他干什么 人家改过自新 就是好孩子 改过自新 就是好 很露子 一天到晚 关注这种东西 真正的场上 应该关注的东西 他可能 没有关注 对吧 对吧 你觉得今天那个 除了洛佩斯的表现以外 我不知道 今天评出来的 全场最佳是谁 还是洛佩斯吗 还是说是阿闹托 应该是洛佩斯 应该是洛佩斯 应该是洛佩斯吧 他两星球一注 我们也没有看到新闻 今天评出来的全场 本场最佳是谁 中超 是谁 我这边问过了 已经告诉我了 VIP是洛佩斯 这里有人说是阿闹 你们是看到五星 五星评的 还是中超官方评的 还是董球帝评的 PPTV评的是阿闹托维奇 那现场评的是谁 不同的媒体评出来不一样 那战哥 你觉得今天阿闹托维奇的表现怎么样 我觉得 其实阿闹托维奇 刚刚归队 所以时间也不长吧 对吧 他是 七月 上上个礼拜一 上上周一才刚刚 我知道他来的第一 他第一天 然后去行动 然后去行动 所以说 就是阿闹托维奇 刚刚离开了14天的 这样一个隔离吧 所以我今天其实比赛 刚刚开始的时候 还是有点担心的 因为浩克一直是 我们热身赛的主力 他是一个组织者 进攻的组织者 而阿闹托维奇是 没有参加过任何一场上场的热身赛 只有最后一场上了45分钟的 60分钟左右 30分钟左右 对吧 而且状态还完全没有恢复到最佳的那种状态 所以今天我看到首发上阿闹托维奇的时候 我其实是心里有一点点担心的 包括今天上半场一直打不开僵局的话 我也是觉得有点担心 我不知道三哥是怎么听阿闹托维奇今天的表现 我觉得阿闹今天进两球 肯定是 而且关键的第一个球 对吧 但是从整场的 他的获得的胜门机会 和他的做出的反应动作来看 阿闹并未达到最佳状态 对对对 我也是这样 我觉得问题还是出在训练上面 就是说他和练的时间太短了 对对对 时间太短了 从身体状态来说 他我们把跟这个上一场的胡尔克来比较一下 还是胡尔准备的好一点 阿闹没有到他 你不能因为说他进两个球 你还说他不好 不是说不好 而是他很明显 他有些动作 没够到 够不到 知道吧 然后呢 这个呢 就是说你看他的动作 就是说他心里想的 他认为能踢到 但是他脚够不到 就是什么 身体状态没有活动到最好 最好的情况 你坐在旁边有什么话要说 他没有 我觉得阿闹呢 还可能呢 我个人的建议 就是说下一场呢 还是让他打算 他已经没办法了 再磨练一下 他需要比赛 他需要比赛 就是比赛把这个 这个 把他这个状态啊 再提高一点 但是他这个 再怎么说 他状态再长 以他的这个功力来说的话 做一个支点 是错 错 有余 阿闹可能 你会发觉他 他在突击 穿插 包括射门这些环节 他可能会有一些 记性发挥 有的发挥 还有的有点奇葩 有点令人不可思议 那说明其实他心里想的 他做出来的动作 是有差距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 他肯定是最好的 就是什么 作为一个前场的支点 这个 作为阿闹来说 他在这方面的工作 做的比胡尔赫要好 比埃尔克森要好 跟伊哈洛不相伤心 就是前场做球 是吧 对有做球 当游手转弓的时候 你把第一脚球传给他 他基本上不会丢 在他这个环节 不会丢 他肯定会把球再踏出去 那就是作为一个 盈钞的前锋的 一个基本的数字 在这里 当然他今天还差一个防守 我看到马尔康允 因为分体放在那边的 阿闹他很自觉的 他知道的 我这个生配 我如果顶他的话 可能时刻后冠 是顶不住的 所以在防守 华夏定位球的时候 阿闹主动的 站到了马尔康 这边 这个就很 非常 对 因为马尔康也有 一米九六的身高 对吧 只有阿多菲 阿闹不一定是 美国外援 但是从这种 细节上面 那比小法老好 这已经是肯定 对吧 这个话 服不服吗 不知不知 你服不服 这个话 要隔壁 小法老了 小法老已经废掉了 小法老两平了 已经停训了 一半都没了 他已经 一半都没了 沙拉维已经恢复训练了 已经恢复训练了 就罚一场了 就罚一场了 那没 意思 旁边有点 说话有点大声 他们也很小声 他们也要说话 然后的话 就是 更加 更加重要的是 上岗的通过这两场比赛 这样的一个状态的 一点点起来 几乎是 目前来说 除了两个 最年轻的球员以外 其他球员都悉数登场 没有登场的 我想想 张一上场登场 张一上过场了 张一没登场 雷文杰没上 贾伯也 就是说 就是几个年轻人 还没上过场 陈春兴 就这两个 陈春兴也没上 那么 对 虞虞 虞虞虞没登场 那么 其实整个球队的话 给我们 看到了一个 张卫也没登场 张卫 就是说 给我们看到了 一个比较好的现象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今天所说的重点 就是什么 叫 建路加进 你不要指望 就是一上来 他 4比0 这个 5比0 这个6比0 不行 没有的 没这个球 你到后面要还债 对对对 是吧 就是说 你得一点点来 上场比赛 打太打 我们看到 有些外援 包括阿脑也好 胡尔科还行 阿脑也好 奥斯卡也好 其实状态 并没有到嘴 但是今天 阿脑和奥斯卡 就比上一场 要进步了 成论吧 对对对 真的眼睛都看着 阿脑的状态明显 比上一场要好多 对吧 诺佩斯是一样的水平 上场最好 现在这场还是最好 但是阿脑和奥斯卡 要比上一场 要发挥得好 慢慢慢慢来 不要一口气 对吧 我一直说了 由于我们上头有人 这个层相当之好 三哥你这个话 你这个话不能再说 再说要被人家黑了 上次已经被人家黑了 我们上次 都黑 黑的都是肚子 知道吧 三哥我跟你说 那个我确实觉得 你们看整个赛城 我上次都说了 奔主就不用了 这个赛城的前后 都安排的如此美妙 第一个打 最有把握的 第二个打的 是我自有把握的 就是 我告诉你们 你们要搞清楚 打泰打打河北华夏 远比打石家庄 打青岛要好打 明白吧 那个没碰过 是遭遇战 热身赛不算的 懂吗 就是那个是遭遇战 你不知道 你的 你的这个打法 你的正情 能不能克制他 或许觉得苗头不对 你临场还要逃着 这主教练是个考验 但是打太打 打河北华夏 基本上 事先早就规划好了 而且上场都不用变 就这么打法 打不过的话 那就是说明 今天的有点 其他的问题在了 正常发挥 肯定能赢啊 而且这么多年下来 基本上 对这两个队的打法 人员组成都 非常虚担 对吧 你说这点套路 你能打出什么新方样了 对吧 要到要认真对待了 你不要以为 人家是身板马 你他全面三线压上 你不是啊 不许会没去了嘛 对吧 应该第二场比赛 也结束了吧 就我们后面那场 重庆的 是重庆领先 天津太达 天津太达两年败了 天津太达两年败了 重庆是一胜一负吧 重庆是只有 没有外援的 全滑翻诶 重庆上半场 重庆上半场 还罚丢一个点球 这个球到天津 怎么会这样 这个状态 完全不行吗 我们先说上岗 就是说 首先我要表达一个观点 也是想分享给所有的 我们看直播的上岗球迷 你们要记住 这个因为是什么 第一 我们这次是赛会之中 是在一个短时间内 把所有的 这个 30轮比赛 全部踢完 就是以前的30轮 今年是一分二了 对吧 就是说 八个球队 14轮比赛 全部踢完 那么 这个 而且呢 更关键的一点呢 是 第二阶段 不带进第一阶段的积分 第一阶段 你赢了再多 你哪怕 14轮 全胜 到第二阶段 你也得重零开始 这个是个悲赛特典 所以呢 大家呢 可以心态放松 我们已经六分在手了 后面 能赢就赢 赢不了就平 输也输得起 没关系 没所谓 你 你不用搞到 好像 多坏 场场三分 跟多坏 真没什么关系 我告诉你 对对对 因为第一阶段 它是联赛性质 第二阶段 是悲赛性质 所以这个赛制 也是比较特别 我们来考虑一下 这个问题 因为为什么 你可能 现在第二阶段 赛制未定 我们假设 他就是淘汰制 那么你B组第一 对上A组第四 A组第四 可能是任何人 你都没有十足的把握 没有一个好打的 对吧 对 恒大 鲁能 苏宁 这个三个 就肯定是A组前三 基本上我现在看上来 大不差 所定的 这A组的前三名 那么这个第四名 真是狂魔 有好多 有很多 大连啊 大连 绿地啊 都有可能 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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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还有什么 大连 河南 建业 有没有可能 建业 建业 那看来现在就是说 可能调队的 就复利可能 也复利 深圳也是可以 真实的 深圳也有机会 深圳也有机会 都有机会 就可能 可能A组 复利可能看上去 好像不太新 其他的都有可能啊 嗯 啊 那你如果 如果上港 A组第一出现 B组第一出现 碰上A组第四 绿地生花 两个女人 哈哈哈哈 你一趟好 他不赢啊 最好是让决赛 对吧 对 上海 大量的球迷 都盼望着 这样的一场比赛 因为什么 妈的 我躲不了 怪我把你上卡 干掉 也就是今年完成任务了 啊 老手 杀敌一千 自转八百 哈哈 就是说 我拼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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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们 死磕到底 啊 就是说 是我们呢 就是说 能够想到的策略呢 就是说 随便谁 我A组碰谁都一样 我今天跟Tony 对吧 Tony 对吧 对吧 我今天跟你表达过 一个观点 我是希望 我们拿B组第四 出去先碰横大 对啊 我 先干掉 要么就不成功 变成人 要么就是 先碰横大 要么前次 要么第五到第八 他知道的 我表达对我观点 没有 那他两个队全完蛋 这两个队全完蛋 为什么 重庆打平的话 重庆打平的话 这两个队都完蛋了 绝评 绝评的话 绝评的话 那你看一下 这两个队都不利啊 对双方都不利啊 这样的话 就跟昨天那场 一样的平局吗 昨天石家庄和那个 这个 石家庄和 青岛的平局 也是对双方都很不利啊 对吧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两家都 都打平的话 两家都完蛋 最后倒数两名 倒数两名 这个亏大了 这个亏大了 所以我的观点 我想说 我想表达的一个观点 就是什么 就是说 反正恒大早晚得碰 还不如先碰了 干掉他 就是冠军 对吧 任何时候你干掉他 谁干掉他 谁就是冠军 三哥我跟你说 这个也难讲的 我们去年 直学杯 把恒大干掉了 结果输给山东了 好久没见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我们前 17年的也是 也是把恒大干掉了 结果我们输给山花了 这个还是 我觉得还是把恒大 留到最后吧 先把前面那两个队干掉 哎呀 没所谓 我告诉你 谁干掉恒大 谁就是无冕之王 哎呦 这个到时候又是 都是无冕之王 这个很难听的 平军冠军 这个难听 我们的 我们的目标 就是恒大 这个话 一点都不隐藏 自己的这种想法 生花球迷 是为上岗活着的 上岗球迷 是为恒大活着的 就这样 没问题 对 我们就是为 早点分恒大 早点分恒大 我们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恒大 是我们的宿命 这个观点 大家同意吧 始终是 始终是个拦路虎拦在我们前面 而且他有实力 三哥 我觉得 现在来讲 A组就是恒大 B组就是上岗 这两个队好像在较劲 你发现吗 虽然在两个组 一个干5比0 一个就要干4比0 两个互相在较劲 有这种感觉 如果说 就目前的两队的状态来讲 两个队现在碰到的话 你觉得 是恒大强一点 还是上岗强一点 就这个比赛的话 谁机会大一 如果现在目前两队相 第二的扫迷风 我非常低调了 我没有想夺冠 我就是想干掉恒大 就像生花球迷 也没有想夺冠 他就想干掉上岗一样 很简单 就这个心理 不惜一切代价 搞掉恒大 搞不掉 我们 我们不能去想干掉 没有这个挑战 没挑战 没挑战 每天地上两层 这个怎么打的 这层面不一样 我们没有想去干掉生花 我们最好不要碰你 淘汰下别碰你 没意思 打开这两个很明 我们就是要干恒大 哪怕干了恒大以后 最后冠军让生花球 可以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你干嘛 我有农军结果发生的 干了恒大 还把冠军送给生花球 还没有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 想象象应该知道 灌篮高手里面 香北把三王干掉了 就是五美 就是牛逼了 对吧 对 这个没方便 我们也把恒大干掉了 最后他输给 输给鲁内 然后鲁内又输给绿帝 这个是什么 狗话动了 反正搞来搞去 就是每年悲赛就是这么出戏 五到八 五到八 五到八吧 第二跟五到八 有什么区别了 哎呀兄弟啊 亚冠资格没来 亚军有什么亚冠 五到八没亚冠了 亚军你忘记了 人家是说的去什么话 我所谓 我所谓 亚冠 再说 明年亚冠 再说 我所谓 亚冠要的 亚冠 要吗 就亚冠 对 直冲 我觉得第一轮 我们还是打 我们还是打 对 A组 B4 比较稳 我们要更四 对 先进个亚冠再说嘛 是不是 拿不上冠军是后话 先拿个进个亚冠 先进个亚冠 这个还比较实际 毕竟我们要冲击2022年的十句碑嘛 你肯定要有亚冠 你没有亚冠的话 十句碑就没来 三哥 这个倒是的 对吧 你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对的 反正就是说 我还是这个观点 今年是夺冠的最好 也是最后的职位 好 因为明年 更拜再次一举 明年上海 从整体的 球员构成 到这个 到这个 战术 到战术 就会有很大的变化 明年明年再说 当然我们对张明 还是有信心的 从他近阶段的操作来看的话 有有有 今年张明的两个影员都是 场上立战界 可以的 影员 现在大家对张明的影员 表示认可 表示认可 那这个 确实是不错 这几个影员确实不错 大家都是前一阵子 我发的那篇文章 对吧 关于这个 这个 提醒上纲俱乐部 在轻讯方面的 要 要多投入 多关注 多重视 张总看到了 俱乐部呢 看到了 动作呢 也有 足球小将 战略对手 是不是啊 昨天官宣了 昨天不是 4英镑吧 昨天不是 董祝说的吗 董祝自己说的 4英镑 美元不稳定吗 我们有那么多钱吗 就有吧 4英镑是不可能的 我跟你说 4千万人民币 是有可能的 4千万人民币 是有可能的 那不管怎么说 对吧 跟足球小将的合作 已成定义 这个 隔壁不关注 这方法 也关注了 最近我好消息 隔壁关注 清新的呢 是关注你上岗清新 你要签什么 我先截壶 先截掉 先把姜真给你截了 你根保有什么 人要出来了 我赶紧先去 做家长工作 把你捞走 然后有什么用呢 在天津 踢到一踏步 不是 我们呢 就是说 在清新上面呢 我觉得上岗俱乐部呢 走了一群好奇 知道吧 就是什么呢 就是 我不跟你 上海谈老大 对不对 你要抢资源 你拿去就行了 对吧 我们另外 批条路 我们去跟董祿 合作 足球小将 我们现在 已经变成了足球小将的第一支撑者 或者说 是 我们在足球小将上 会有比较大的投入 那么 至于足球小将会回报我们什么 不知道 现在不知道 但是 这个本身就是个生意 对吧 有来有去的 我相信 一分投入 一分收获 是吧 啊 就是这样 啊 直接说 你现在你去跟足球小将去这么合作的话 那总好过于一天到晚去跟隔壁去抢根宝的人 啊 抢幸运心的人 那么你要你就拿去吧 那我不要才不行嘛 对不对 所以 而且 而且中心小将这个模式 首先是先保证他们的学习 保证文化 像日本足球也是这个路子 你球可以踢不好 但是你起码文化准备上去了 那不会到时候不会那个 不会就是 上岗俱乐部和绿地生花俱乐部 在清训上面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始终是一个 两家族部是同样的男 男在哪里 就是什么 学籍 学籍问题 一直困扰着这两家俱乐部的 可能你们不太关注的清训 你们不太了解 因为为什么 除了上海本地的学生 其实上海本地啊 踢球的 好苗子啊 少的可怜 因为上海孩子不踢球了 那么就只有什么办法 就是到外地去招 就像根宝当初的舞雷一样的 就是说到外地去招的 物色好苗子 可是外地物色了好苗子 然后拉到上海来呢 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 就是学籍 你学籍进不来 学籍进不来就意味着什么 你只能踢球 不能学习 这不行啊 这不行 根宝当年也是没有办法了 逼得把孩子们送到了江振中学 去把念书要念的呀 念书一定要念 当年 那后来这个动作也吃了不少亏 对吧 这个是极外话我们不说 但是呢 就是说这个学籍问题 始终解决不了 那么这一次 应该是把小孩送到清华副转 这次董路的足球小将 由于有清华副中的后盾 所以他们的学籍 在北京就解决了 那么上岗就不用再去 花很大的精力 动用各种关系去解决个别球员 你最多也就能解决一个两个 你一批你解决 谁给你解决 上海市教育局软都不软你 同样绿地生花也没有这个问题 他外地的好球 好的想好 小孩子11岁12岁的 他想拎到生花来 他拎不过来 小孩子学习怎么办 他没有学籍 他入不了学 在一二线城市的小孩 父母都不会让他 对啊 你到了中考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回原籍去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是国家规定 教育比你踢球重要 大家明白吧 今天就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 所以说这样子的话 因为董路他已经跟清华附冲 他已经签了协议 所以这些足球小孩的孩子 都里面有一大批 都可以在清华附冲 当然不包括上海籍的 上海籍是不去的 上海籍他本来在上海有学校 他还是王子 他们本来就是 孙晨熙啊 他们本来就是在上海 就已经可以念书了 他们不用去 对不对 所以说呢 那么 这样一来的话呢 上海就解决了一个 后子 就是孩子们可以上学 然后呢 在北京 有种来培养 至于培养好了以后 那么你在北京呢 到时候 转职业转到上海来 那也核心合理 你不要说 在北京就被北京控制了 现在时代变不一样了 知道吧 某一个地方的主邪 他手也是不良 这个绝对是一个 绝对是一个对上海来说 是一个 我们最怕是什么 最怕就是上海吧 就是未来大问题 没有了 落空了 然后的话变成什么 就是说什么百年俱乐部什么 都变成了口号了 这是我们上海球迷最 最担忧的一件事情 最担忧的一件事情 但是现在 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而且 而且 他这样 就是孩子 读书方面有保证 可能有更多的 会愿意把孩子 送到他那边去 那他的选材范围就更短 那更容易 发生 他的苗子 他是现在的格局 是这样子 比如说他因为 足球小战 他因为广告效应出来了 所以他大量的全国 从各个地方 你这个找 你自己去找 你找不到的 你找真找不到 你让根本去派球探 你让隔壁这个清讯观察员 去做球探 没用 你找不到 你不知道在哪个计较干哪里 有一个孩子 他已经踢了好多年球了 他球技已经非常好了 但由于董路 董路是什么 他是 他是 我做钓鱼台的这种方式 就是说我铭记出来了 你们有孩子 你们有孩子 你们到北京来找我 然后大量的家长 带的托儿带上 孩子 有的上次董路 几天都说的 有个孩子都已经 爸爸都已经 路费都没有了 硬着头皮 就跑到北京找他 就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让孩子 有一个比较高的 那这样子 现在上港董路的合作 把这个足球小战的平台 再生一步 我相信后面有更多的 在全国踢球的 希望自己将来走职业的 这种孩子 他会到北京去搞赌路 然后足球小将 他会筛选 听清楚 现在是这个格局 王子轩不在小将 是因为生发现在盯着他 要牵他 王子轩的事情也不在说 就是说 更多的是什么呢 更多的是 足球小将未来的格局 他是自己去组成一个队伍 然后在全国范围 甚至全世界范围 去比赛 靠比赛来磨练这批人 这是一条路 然后但是问题是 他人太多 有些苗子 董路自己都说了 他都不舍得放 但是一个球队 你小孩子就只能放那么多 那小孩子踢的是七轮自己 他不可能有 我组一个三十轮的队伍 没有那么多人可以上港 那么这多出来的孩子怎么样呢 然后就可以委托给上港 这个亲戚教练去培养 上港将派出亲戚团队 参与足球小将的培养 那么你培养的人 上港肯定有 至少来说 不是说有控制权 至少来说 首先他有一个判断权 上港的一些教练 他会知道哪个好 哪个不好 因为你十一二岁 这种优时一优时 这个年龄段 你都没有办法说 他在一线队 他将来就肯定提得出来 他在预备队 他将来就肯定提不出来 不知道 都是费之术 将来到底谁好 谁不好 你完全没有概念的 你只能靠什么 一年一年的成长 然后突然有一天 他开窍了 就好了 像这种低年龄的小孩 说实话 都是半成品的半成品 他还没有完全的成群 对吧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就是说到底未来 能不能踢出来 也是一个未知数 当然他首先是一个 比较有一定的天赋 但是还是需要 他后天的一些努力 和教练的指导 最后才能成为可用 应该是这样说 所以就是说 其实清训的话 淘汰率 包括风险也是很高的 很有可能小孩 到最后 小的时候踢得挺好 到了长大了 发育了 一下子就不行 很多这样的例子吧 所以就是说 我觉得上岗的这个思路 还是正确的 就是说去多 多方位的去招募一些 这样的孩子 就是说有一种 委屈的形式 当他长大以后 真正能够成财到 我再跟他去签订 那个职业合同 这个思路其实是正确的 如果你从很小的时候 就把他重金培养 可能自己投入很大 最后的结果 可能他并不一定能成财 这个成财 成财率 其实还是很低的 很低的 我那这里呢 跟一些就是说 非上岗本土的球迷 外地的一些球迷 也在看直播的 我跟你们介绍一下 上海现在的这个 清训的现状是什么的 其实呢 上海呢 清训呢 是有非常好的氛围 环境 然后清训的这个俱乐部啊 也是如雨后春生之般 啪啪啪 这个有一个很好 这个也是总录 一直在称赞的 但是呢 目前上海 上海本地的那些 独球小苗子呢 他有一个不好的倾向 就是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上海有两家 中超大俱乐部 在死磕 然后呢 这些清训呢 这些小苗子呢 他有 他们的家长呢 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选择权 我到底去红的 还是去蓝的 这样子呢 他们就反复呢 在这里面呢 就是权衡观望 而这种权衡观望呢 就造成了什么呢 造成了一种 一种一种 一种竞争 然后竞争呢 会造成什么呢 就是水涨船高 这个就是 互相抬价 你的意思就互相抬价 互相都抬价 互相都抬价 就是说我也想要你 他也想要你 然后呢 那小孩子 就等啊 谁呢 价高者 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 清训之马 对小孩子的成长 你有什么资格 在现在说 这个我要 我要架高 对 所以呢 就是说上海俱乐部呢 这次做的这个动作呢 就是什么呢 本来上海的资源 小孩子的资源 并不是那么发达 所以上 上海呢 就是采取了这样的 干脆 你生发 你是上海他老大 你是上海 最有底蕴的球队 那OK 我就让给你 你在上海 你好好挑人吧 没有问题 我们看上的 我们上港 看中的 不是上海 我们看中的是中国 是世界 我们的目标 是将来有一天 像恒大那样 成为一个 世界知名的一个 居住 好吧 这个上海的腔调 就让生化去腔吧 是这个逻辑 知道吧 整个的逻辑是这样子的 所以才会有了 去跟这个足球小将 这样的一个 这里也是 也是希望 就是说 上港球迷 能够把自己的格局 去做的大一点 不要老是去跟 隔壁球迷 叫个长短 说哎呀 谁到底可以代表上海 没关系 他要代表上海 让他去代表上海 对吧 我们的目标 是慢点 比如普 百人 我们将来要成为 这样的俱乐部 恒大就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这条路才是 豪门之路 同意我的打个一 反对的打个二 我来看看 大家能不能听懂我的话 就是要面向亚洲 面向世界 对吧 不要格局就看在 上海这么小的一块 一亩三分地里 是吧 格局要大一点 格局要大一点 对 不是我们格局 这个一定要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的 我们不自觉的会 会就陷入一个陷阱 跟隔壁去比什么 比上海元素 比到底这个 谁拿呢 上海到底上海人 天是蓝色 天是蓝色 天不就是蓝色 都很正常 对 但不是真言说笑 我不能说天是蓝色 对吧 生化的 生化的球迷 出现入这个误区 知道吧 我们 我们要做豪门 我们已经在豪门的路上 就像 那利物浦一样的 他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城市的球队的代表 对不对 他已经成为了一个英国 英德兰的一个 一个足球的一个代表 通知识 我在群里说过的 曼联曼城什么时候比过 曼城市场 哪家球比多了 人家不去比的呀 人家比全世界有多少球迷 人家去比中国有多少曼联球迷 印度有多少曼城球迷 人家比的是这个 那个是一个多大的市场 对 那么三哥我要插一句话 现在到底曼联球迷多 还是利物浦球迷多 三哥 曼联球迷多 曼联球迷多一点 这个倒是 还是曼联球迷多 曼联球迷多的影响 还是很大 因为呢 为什么呢 很简单一个道理 我告诉你们 这个道理在哪里 为什么曼联会比利物浦球迷多 照理说利物浦球迷迷 不差曼联 人家在八十年代 冠球拿到手软 可为什么曼联球迷多呢 因为为什么呢 在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 我们来看 九十年代 亚洲经济崛起 四小龙 然后东南亚 再到上中国 这一连串的崛起 而在这九十年代 是起点 就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 砰的一下上来了 然后老百姓有钱了 开始 是吧 保暖 不对 开始昌岭时 智礼节 对吧 就是说 开始会去享受一些 精神文化的东西 那么在这个时候 正好是赶上了曼联九二班 就利物浦呢 他不划算 不划算在哪里 他八十年代 那个时候亚洲人 他太穷 那个时候而且亚洲对英超 的转播也没有 对啊 就是对不转播 而且八十年代 我们也没有什么电视机啊 什么可以收到什么的 太多的比赛 而九十年代 基本上大家都开始 大家都开始 第一期啊 英超开始接触了 而这个时候 正好九二班起来的 所以曼联 收割了一大批 刘文超啊 什么的 就一大批这样的球迷 就是 很简单吧 乐高出了个曼联的球场 没出利物浦呢 哦 这个 对吧 我不知道 三千多吧 我不知道 但那个拼要拼很久 孟俊长 那个拼要拼很久 然后呢 在曼联之后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AC米兰 又是一波收割 那么他这个就是跟时代 时势造英雄 正好赶上那个时候 然后又是巴赛黄 然后这批球迷呢 现在呢 都基本上呢 三十多四十 现在都什么 都已经啊 成为啊 这个啊 事业有层次人 啊 也有一定的消费能力 甚至于有些还可以赶到英国 去看 这个 这个没办法 这没办法 AC米兰 我今天早上得到的消息 这AC米兰 路易威登 马上要官宣 全市收购 我毛球迷福音来了 然后呢 收购以后呢 就是说第二个动作呢 就是首先 要挖来 瓜迪奥拉做主位 这是 驴牌 他自己说的 LV自己说的 第二个呢 就是要把那个 啊 驴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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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么说 哈哈哈哈 这个好像挺难学 是这个启动画 是吧 不是 啊 聪明画 聪明画 驴牌 驴牌 哈哈哈哈 不是 因为生活有个有马 一个一个网坡 一个啥子啊 后嘴唇呵呵啊 呃 后嘴唇很性感的那个 升华那个 黑黑小黑人 小黑啊 嗯 嗯 乌驴牌 啊 山松 乌驴牌 刚好嘞 哈哈哈哈 好嘞 这么好嘞 啊 要骂母巴费了 哈哈 哭一哭一 啊 啊 三哥 我们这里有球迷说啊 说乌驴可以去 A西米兰了 乌驴可以去 米兰了 是吧 乌驴 乌驴好像已经官宣了 马牛在西 西班牙人 打 打西 西野了 是吧 啊 我来跟你们解冻一下乌驴的事情啊 大家要搞清楚啊 乌驴的合同 它是今年年底到时 啊 还有半年 这件事情是要搞清楚 乌驴的合同是年初签的 而在年中的话 他也没有办法去 你要么解约 要么转会 那么乌驴现在转会的话 那 西班牙人 大家按照规则来操作 那你肯定 后面的俱乐部 你要付给西班牙人一笔转会费 嗯 那以西班牙人来说的话 他现在 他 其乎我可拘 他这笔钱 他这笔钱 他不会少的 他肯定要在乌驴 他要赚一票的 那作为新来的 新来的 新的俱乐部 他不会这么傻 你还有半年 你就到期了 我何必现在 来花这个钱呢 很简单 跟大家举一个 同样是今天得到的消息 马德里竞技 听清楚 马德里竞技 拒绝 拒绝 买断 卡拉斯科 哎呦 卡拉斯科不要啊 他们退给大连 他不是不要 他我要的 我再租一年 等到合同到期了 就是自由生了 很凋啊 很欺负人 知道吧 这个就是 在欺负大连人 因为你明白了 等下已经 看清楚了呀 卡拉斯科不想回来呀 那么 曼联在租一哈落 继续租下去 也是这个目的了 我就不买你 我就租 自由生了 一夜里租 因为什么 你不租的话 你就烂在手里了 对吧 这个是不是这个道理 同样的 就是说 在无理 无理最终的归宿 要今年年底 今年年底 今年年底 可能自由生了以后 去哪个队 他再自己决定 或许回来 或许去英国 或许留在 而且呢 今年年底 我相信无理的 他的判断力就更强 为什么呢 下半年可以打一下西亚 看看 这个西亚人 他回得上去吗 如果西亚打下来 他西班牙人 排名比较靠前的 那OK 没问题 我就留下来 帮西班牙人 回到西甲 也是一种崇高的荣誉 对不对 那如果说 实在是 腹部上强 那无理也不傻 必定会做 做打算 这个我倒觉得 他这个这步棋 倒是一举两得了 两手准备 这个倒对的 这个无理的定 我觉得应该支持他 我们今天从上岗聊到了欧洲 现在又聊到了乌内 一个一个 英伦半岛 聊到西班牙 全部聊到位了 可以的 今天大家都很开心 晚上 吃过来吃 吃过来吃了我去啊 你吃地嘛吃 吃地嘛吃 一样嘛吃嘛吃 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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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留着吃夜宵的 肚子留着吃 等一下去吃夜宵 你们比我们累多了 你们还要接大巴送大巴 我们也不累 开心 开心 心情好 能够看到这一场 韩昌龄的比赛 不累的 无超所值 当然了 不说无超所值 有多久没现场看球了 那是 对吧 你们享受不到 享受不到 我不用展人品 我告诉你 后面这种比赛多了去了 汉昌龄厘 找case 因为为什么 上岗今年 因为是今年的赛次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很轻松 上岗这支球队 就怕什么 就怕心理压力大 井 知道吧 他正常水平 他其实很高的 但是问他 就是说 你有各种各样的企图 目标 然后呢 把你呢 战术呢 给插在一个牢笼里 这上岗 这些年来 从17年开始 就是这个问题 知道吧 上岗 打不出这些英文 三个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 以前都是一边打联赛 还要打亚冠 然后还要打出些杯 就是这种穿插的比赛太多了 现在呢 就是一门心事 关在 就一门心事打联赛 你也没有其他 兄弟们 你们要搞清楚 今年的赛 赛制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往年联赛 每分必争 因为你要夺冠的 你要夺冠的 今年我告诉你 送个十分 无所谓 那这话 都不应该说 但事实处是这样 无所谓 往年呢 就是 弱队碰到你上岗 就 防的 不跟你攻 摆大巴 能偷你一个 偷你一个 你上岗必须夺 你要拿冠军 今年 无所谓 你守 我也守 小组比赛 14轮 一共提 对不对 14轮 满三分 42分 我跟你们说 32分 绝对进前四 这个我赌 只要打满32分 够了 对啊 18分就进 18分就进 就是 丢十分 少十分 所以无所谓 今年真的 上岗可以 好好去享受 出城 去踢出 自己的 平时练的东西 不用被包裹 不用他妈的什么 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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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用 一定要 都不用 今天的目标 就是这个 活着 今年只要活着 活着就OK 能有球踢就不错了 对吧 你把这个 因为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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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 本身 智力破 这个比赛 因为浩克 大差不差 明年可能不会续约 我们说可能不会续约 也没有最后定 但那么 今天这个比赛 就是打了一场 没有浩克 这倒是 对 那么 看今年的联赛 这么好的机会 好好去练练 明年的振兴 我今天我就吐头一件事情 其实今天 雷文杰和贾薄言都可以上 对 你都三比零领先了 今天我们五个用人名额 有没有换码啊 赛哥 换码了吗 不是 他没换码 他就上了这个 后来零创意 上了这个 蔡惠康 蔡惠康 实际 就是说他的策略是 先把主力和次主力 先把他们的状态 起一起 再去考虑 那么可能呢 你不一定 一场都有这么好的机会 今天三比零领先的时候 后面还有足足25分钟 这个25分钟 足够一个年轻球员 在上面体会一下 中超的节奏 对吧 那是不是贾薄言 当然 你看这三个 有没有可能啊 就是下一场比赛 我们打青岛的话 有没有可能让 卢洛凡在泰达 是首发的 周俊成在青岛 是首发的 那人家都有锻炼机会了 这个你不能 你还是要抓紧吃鸡 这么好的机会 那我今天就吐槽 我今天对球队不满 这件事情 其实是可以 练一下年轻球员 至少让他们体会一下 中超 对吧 到底是什么样的机会 那我想下一场 如果打青岛的话 应该会有这样的机会吧 三哥 后面机会应该还很多啊 有 因为我刚才说了 无所谓 我们都不是 正无所谓 对对对 你前面打个比方 你连赢四轮以后 后面你随便 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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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分拿好 你个底打好了 你上场的实力在那边的话 你不可能后面一直输的 不可能 就是这样子把自己的 能够练的东西打出来 对不对 能够 什么教练 把他帮你冒想的 对 打个比方 我本来想好了 我 我本来想好了 我手里有个金铁 然后我又买了杨旭 还有个莫雷莫 我本来想好了 我今年要打一个双高 甚至于三高战术 结果第一场 被干个0比2 第二场 我你爸的蛋 我双高不打了 我开始打反反了 嗯 其实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双高时期打大那场 没有必要 对不对 你双高打恒大 其实你打得还不错 机会还是有的 你应该 你应该坚持 你继续打双高 可是呢 就是 不是 俱乐部呢 就是爬球迷 哎呦 这次让人 有要摩斯特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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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好像在讲 好了 三个好像在讲 你告诉你 我会讲 我们很和气 我们不干这种事 其实我上一轮 直播的时候 我就告诫生花球迷了 你根本不用急 输一场小case 这个赛制 你爸怎么 你输个三场 都搬得回来 今年 如果 如果是 不准备夺冠的话 实际只要打好 那条 实际只要打好 第二阶段 也不是说不夺冠 就是说 其实啊 我告诉你 你就是 你要完成 第一件事情 就是进入 真冠中 而不是说夺冠 你先一步步走 一口口冠中 你先 进前世 就可以了 但你怕个什么 你输一场 我们把沙拉维 给删停了 然后我们这个 战术 全部推翻了 双高 算什么不打了 你没有必要 你没 真没有必要 包袱太大 打不出来的 我告诉你 我们上岗就不走这条路 知道吧 我们放轻松 该怎么打就怎么打 很稳 三哥 我觉得今天上岗队啊 整个比赛 我在现场看下来 我觉得和上一场一样 就是说打的 就是没有 也没有用100%的权力 在打这个比赛 可能就用了70%的力量 然后也整个比赛打下来 也比较轻松的 也没有 并没有 对对对 没有很紧张的那种感觉 好像 越上松的话 反而也发挥 对 有些时候处理球的方式 不是平时训练时候一样 不像 我来纠正一下 我同意想个的话 我再给他 在井上添花一句话 上岗如果100%就 不能100% 永远什么 我这里用一个成语 后继 活发 你不要有多少东西 全部都放出来 你要长一点 技术长留 把最后状态留在决赛 这个有道理 对的 蛮好 恒大 对 恒大才是我们第一目标 现在的恒大很强 应该 非常强 整个比赛 三个 我看下来也就是上岗和国安 这两个队 其他好像 积分都比较低 偏低 这是两分三分 其他队好像都不行 实力上差很多 分数很低 不要去想不换 这个不用换 不要去想不换 因为为什么 这个是悲赛 淘汰赛 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韩国都是 天知道 不如我说 就重庆立番 现在 重庆现在这个 这样子 你碰到恒大 重庆铁定就输了 也难说的 悲赛 谁说不清楚 对 悲赛 偶然性比较大 悲赛 你不要去想得那么远 你说 哎呦 可能我会进 淘汰赛会遇上谁 会遇上苏宁啊 还是遇上乳能啊 你想都不要想 我得遇爱谁谁吧 无所谓 到时候 我告诉你 第一轮 替恒大 替我爱结束 云 云高 是第一位的 首先是要好运 这是第一位的 第二位的 上头要有人 这是第二位的 哎呦呦呦呦 又要来招 又要讲这个话了 上头要有人 一定 可能有人 到时候裁判 这种可判可不判的 现在有比亚还好一点 以前没比亚时代的 现在好像上 今天上港几个球 裁判都看别 都来仔细的检查一下 有没有问题 现在 我知道 我这么说的 想可能是不会同意的 这是给上港再招黑 但是我告诉你 我一真不招黑 反过来 你想一想 当我们上 上头没有人的时候 你忘了 我们前两年 上头没有人的时候 是什么个境况 那是一起赛制的时候 停八场是吧 我们所谓的上头 他穿军衣服 我们 你有谁来 能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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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帮的话 至少公平 对 我们要的是公平 需要帮 今天没有VAR吗 有 有 应该 裁判在听的吗 我看裁判在听的 没有人去看 自听 因为 没交明显 对对对 没有大 直接耳麦跟他说了 一定没有一个球需要看 都很干净啊 有哪个球需要看吗 对基本上没有没有整理 就上岗有一个进球越位也很清楚 确实越位 蛮清楚 对吧 对 很明显的 不需要看 今天是 这个是奥斯卡 奥斯卡的衣服 今天这场球 我很少这么吹上岗的 我认为展人品是第一位的 但是今天不得不说 今天是完胜 对方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一点点机会都没有 你看了今天的比赛 你觉得高拉特怎么样 就是高拉特在上一场比赛当中 他也发挥的非常好 就对那个石家又是好 那么今天这场比赛 我们上岗对 在对他那个限制上面 做的怎么样 高拉特 很可是 他今天队上的 队上的是买提江 对 买提江 限制住他了 实际全场比赛 看买提江的镜头不多 但是实际他在中场的作用很明显 很好 拦截 拦截作用 拦截 看边回放 仔细看 看看买提江的对球的处理 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防守比进攻更好 对 回抢啊什么都做得很好 因为今天上岗的防守阶级很 层次很明显 对 前面丢了后面 第二个 第二个补上 第三个补上 你根本没机会往前突 7.2 因为很有成熟感 高拉特 好像只有一次机会 是传给了那个马尔康 然后打高了 其他基本上没有 基本上我手机的拼命找人 最早 看不到 我的手机放大了 放大 镜头拉 拉镜头 董球迪的评分已经出来了 上岗国内球员 今天最高是李文君 7.5分 我同意的 第二名就是买提江 7.2 小米典说菜总是多少分 你在他攻防 攻防转换动作当中 他买提江 他起到的这个作用 高拉特真的是 他完全性质 倒是小米典 倒是你那个哥哥 我觉得我有点担心 有点胖 老师 有点胖 一动比较买 这个数据 精准残球34 残球成功率85% 可以了 中国球员 两次 你说买提江是吧 成功两次 拦截两个 封堵传球两次 拦截成功两次 百分之百防守成功率 为正的 今天的 我只能说重归重去 都还没有防守端的 你还不能说他有很出彩的表现 还不能说 但是没有大问题 但是我们看到那个 现场看到魏正在 防守马尔康和防守高拉特的时候 都是防得比较好 反正都没问题 都打成这个样子的比赛了 你还说谁有问题 你还好意思说了 对吧 完胜 我还是说了完胜 开场有点小数 紧张一点 感觉还是有点紧张 后面就好了 后面几个卡位啊 破坏都做得很好 今天呢 我反正我们呢 想到我这里啊 我也不多点评了 因为再多点评的话 我觉得都是废话 没必要说了 反正比赛大家都看到了 对不对 你让球员自己去 去好好的回味 也不用点评 我觉得今天我重点要讲的 就是刚才说的 就是关于这个 在足球小象上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今天重点要讲的 这是关于我们的未来 那至于比赛的话呢 后面呢 我们一场场看 而且我再三说 无所谓 输赢评都行 无所谓 可以 没问题 放大胆去击 没有任何压力 今年的赛制不一样 好吧 这就是我的观点 这一段允许反授 是吧 也可以放开了 然后8月6号呢 如果我们不能去苏州的话呢 我跟翔哥呢 我们就再一起看球吧 我们在上海找个地方 多找点人来 好好热闹一下 好 好 好 我这里有点吵 翔哥 我今天就不多说了 太吵了 我说话太累了 对对 我也觉得很吵 太吵了 你这去说 再播一会儿 好好好 我们今天就差不多了吧 先关了 早点关 跟球迷们说拜拜 上岗 他们怎么说的 那个女人 那个外地女人怎么看 Oli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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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岗说 Oligi 他的意思 我也不懂他 什么意思 他就是这样 吃 还是 Oligi Oligi 然后后面被人家 隐身了 好吧 好吧 我先关了 关了 关了 跟翔哥说拜拜了 我们也差不多了吧 我们也差不多了 OK 想这个等线也消失了 我们也